是用Python建議自己的Summary 那今天帶來這個講題的講者呢 在Python圈就是資歷蠻豐富的 他是台北打拍的共同創辦人 那同時呢也尬了三年的PyCon工作人員 今年呢他在星期五就是有為大家帶來 就是Jungle的Tutorial 好那時間的關係就廢話不多說 讓大家以掌聲來歡迎Andy 大家好我是Andy 那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用Python打造自己的Summary 那首先先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是Andy 那我剛那個主持人有介紹過 我當了三年的PyCon的Staff 然後平常我們在就是每個禮拜 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四都有辦台北打拍 然後另外在禮拜五的時候也有辦一個PyCon 就是Jungle的Tutorial 那目前我就是今年因為我就是 就是我老闆多了一個抬頭 是PyCon APEG 2014的主席 所以就是現在我可以說 我在PyCon APEG 2014主席的公司裡面工作 那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說Summary是什麼 所以我大概會介紹一下 那基本上Summary做的事情就是 Too long don't read 就是說我們其實在常常 就是我們現在的說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所以我們可能有一些國外的新聞 它動輒就是好幾千字 那Summary這個東西呢 是由一個十七歲的少年做 就是他就用了一些有的沒的演算法 然後可以把很長的文章濃縮成 可能是數百字的文章 這樣子讓我們在做閱讀的時候 可以輸入快一點 那Summary它在2013年的時候 後來這個APP被Yahoo用三千萬美金收購 那後來在今年初的時候 他們變成了就是Yahoo 他們最新推出一個Yahoo News Digest的APP 就是使用Summary的技術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想要講這個題目 就是我沒事 就是平常其實我都是寫Python跟GENGO 為什麼我沒事想要來說 來搞一個Summary 那其實都是有一天我就跟一個朋友 一起做了一個APP開始 那這個APP是什麼呢 右邊就是APP的畫面 那它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會擷取各大報 那各大報就是像是聯合報 或是蘋果日報等等的 然後我們會有想要做這個APP 是出於我們自己的需求 就是我們自己每天早上 大概都是我們是做捷運通勤的 那在捷運上面 我們自己除了看Facebook之外 最長的就是會看新聞 但是如果大家有用過 可能像是其他新聞的APP 他們裡面會有圖片 或是會假廣告 那在台北這三區已經很慢的環境裡面 當你要有圖片要有廣告的時候 就是下載其實會很慢 所以我們就有在ServerSide 做一些事情處理過之後 把廣告還有圖片等等先去除掉 然後再配合一些壓縮技術 把本文然後一些演唱法 把本文擷取出來放在Server上面 那讓我們讀取的時候 就可以更快一點 不會說你今天有時候只要看個新聞 在那邊等半天 然後因為就做 然後我們有做了IOS版本 也有做了Android版本 那其實目前每天大概也都是 有幾千人用的這個APP 那所以就是一開始我們就 有做了一個這樣的新聞APP 然後有一天就是跟我一起做這個APP的朋友 他就看到Summary 說國外有這個還不錯的東西 那他就說我們今天既然已經做了新聞的APP 那我們也來做一個中文版的Summary吧 那這個因為我本身就是 就是剛剛有說 就我們Python寫了很久了 那Python就算是平常沒有做過什麼自然語言處理的人 大概或許也有聽過NLTK 就是Nature Language Toolkit 這個東西 就是讓他們 據說他拿來做一些自然語言處理相關東西 應該很簡單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跟我的朋友說 好啊沒問題 我們這應該很輕鬆 我隨便幾天就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那所以就真的開始去研究一下 就 survey一下說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做到跟Summary一樣的事情 那所以我就看了幾篇paper 然後大概看了一下方法 那其實基本上思路還蠻簡單的 我們要怎麼樣把一篇很長的文章 濃縮成很短的 就是數百個字呢 那它的思路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做分詞 那分詞這件事情在那個 就是英文來說很簡單 就直接用空白就好 那中文的話等一下我會介紹我們是怎麼做的 那當你分好詞之後 再來就是我們有很多的詞 那你要在裡面找到哪些詞是關鍵詞 那所謂的關鍵詞就是它比較具有代表性 可以描述這篇文章可能會是什麼樣的內容的東西 那等到找到關鍵詞之後 再來我們就是把每一篇文章分成一個個的句子 然後把句子找出來之後 那再從每個句子裡面透過關鍵詞 找一個關鍵句 然後把所有關鍵句再組合起來 那可能組合起來就看我們目標是希望可以說到幾百個字 那把它組合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搞定一個新聞材料 那所以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分詞這件事情 那分詞是在做什麼呢 那就是很簡單 我們上面假如這一句話 我們也來做個中文版的 summary 就是這麼簡單這些東西 那我們就希望說可以把它分成一個個有意義的詞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某些演算法或程式 可以把它分成我們是一個詞 也也是有一個有意義的詞 來做它是個動詞 它是一個冠詞 然後中文版它是一個名詞的 summary 然後它是英文特別一個可能有意義的字 那把就是一個最字這樣子 所以我們想要我們要有個辦法 把上面的這一串中文的句子 轉成下面的東西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說 在英文裡面其實這件事情相對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英文我們有很明確的點 知道說它在哪裡會是一個詞 但是今天中文連在一起 那該怎麼做呢 那所以那個就是 當初我剛才看到我想說 這應該很簡單 就NLTK這麼厲害 一定會有這東西 不過實際上用過之後就知道 其實不行 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它 NLTK 它基本上 它在當初設計的時候 一開始因為是由外國人設計 由英文語系設計 所以它裡面包括斷詞 還有一些分析等等 Default都是以處理英文比較好為主 那當然用中文的話去查一下資料會發現說 我們在中文裡面是 像中研院這邊有提供一些語料庫 可以幫助我們做那個斷詞這件事情 但是實際上就是看一看 結果那時候覺得實在是有點麻煩 就是你還是要先讀語料庫 然後弄出來 又有人說效果不好 那因為我這東西當初在做的時候 我沒有打算說要花太多的時間去做 所以我就那時候就覺得有點討厭 所以又花了一些時間 就再去捨備一下 那就是Google是我們很好的朋友 所以那時候我就上Google去找 中文、分詞還有Python這三個觀念字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出現的前三筆資料 都出現一個叫結巴 結巴這個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如果這個樣子 可能或許這是一個還不錯的Solution 然後那個時候也有大概看了一下幾篇 其他人用的心得 乍看之下還不錯 所以我就打算來用結巴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結巴它在 它Github repository 它的slogan 它slogan就是結巴中文分詞 做最好的Python中文分詞組件 這是它的目標 那目前它可以處理 簡體中文跟繁體中文都可以做 那所以我就看了一下結巴 其實結巴做分詞這件事情相當的簡單 就是我們把結巴用Pip安裝好之後 我們就先把它import進來 然後接下來就用結巴打cut 這一個它提供的function 然後把我們的字串傳進去 那後面是它可以調整的參數 然後弄完之後它就會伸出它的segment list 就是把它分詞做完 那這邊看一下 結巴它有一個online的demo 這是結巴它自己有做一個線上的demo網站 那基本上要就是差不多的東西 就是我們把那個 我們要分詞的句子丟進去 然後我們再按一下開始分詞 然後它就會自動把分詞給做出來 那其實要做的事情 就像剛剛一樣 你先import 然後再呼叫它一個function 它就可以很輕鬆的幫你做好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現在分詞 就很輕鬆的把它搞定了 那分詞搞定之後呢 再來我們要來做找關鍵詞這件事情 那這時候可能就會想說 我們在一篇文章裡面 什麼叫做關鍵詞 那所謂關鍵詞 大家可能第一個想的說 如果在文章裡面有一個詞 它出現的頻率很高 那麼可能這個詞就是所謂關鍵詞 那這可能比如說你在一篇講 程式語言相關的文章裡面 假如一直出現程式兩個字 那你自然知道說這一篇它是跟 程式應該是它的關鍵詞 或是如果常出現Python 這關鍵詞也可以知道說 它應該整篇就是在講 Python 程式語言相關的東西 但是這個樣子其實會有一些盲點 那比如說先舉個例子 假如我在一篇文章裡面 我們發現說有三個關鍵詞 它的頻率都是一模一樣 像程式、台灣還有進入 它假如這三個詞 頻率都一模一樣的話 那麼這篇文章它比較可能是講什麼東西呢 那乍看之下我們其實可以有一個直覺就是 一般來說我們在平常寫文章的時候 可能程式這兩個字出現的頻率比較少一點 那台灣可能稍微頻率再高一點 那進入因為有時候是一些融資 所以文章可能一般人在寫文章之後 會多用進入這個東西 所以以磁性來說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三個算說出現的頻率一樣 但是因為程式一般我們比較少用 所以這篇文章比較可能 它在講程式相關的東西為主 所以我們會把這件事情做一個加權調整 那這個加權調整就是我們 就是有一個很常見的方法 就是做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那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照...就依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我們會去計算 就有個方式 可能是建一些詞庫等等的 去計算說程式在一般人寫文章裡面 用的頻率是多少 台灣在一般人寫文章裡面用的頻率是多少 還有進入這個詞 在一般人的寫文章頻率裡面用的是多少 那我們這 inverse 就是把它的頻率是個倒數 所以代表說如果這個 turn 它平常被用的頻率很低的話 那它的加權相對就越高 這樣子就可以讓我們在頻率都一樣的那個詞裡面 可以...我們透過這加權就把它... 可以...讓它找出說 它是真正的比較重要的詞 那這個方法通常我們就叫做 tf-idf 那tf就是上面出現最高頻率的 turn frequency的縮寫 那idf就是下面的加權調整 那如果想要對這個它內部實作可以有更了解的話 就應該去搜尋 tf-idf就可以找到 那很幸運的是 就是其實結巴找關鍵詞這件事情也幫你做好了 它裡面內部就是implement tf-idf的這個演算法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這個是我丟進去的一篇文章 然後它這邊可以選擇說 你需要找前幾...就是前幾重要的那個關鍵詞 那它的權重就是用我剛剛講的tf-idf這個方式來算出來的 那...就是也做做看 那這邊它就是用...就是會幫你把這些關鍵詞給分出來 那...這是它的demo 那其實我們實際上要使用上也是很簡單 我們就import 結巴點analysis 然後下面content這邊就是... 我因為內容可能很長 所以我這邊就沒有打出來 那我只要用結巴點analysis.extract tag這個 function 把我們的content傳進去 再跟它講說我們想要找前幾高...就是...前幾高...前幾重要的它的關鍵詞 那我們就會把...它就可以把這些解取出來的關鍵詞傳到text這個list裡面 所以我們在這邊又可以很輕鬆地把這件事情做完 那...再次證明了結巴它想要做的事情其實真的滿厲害的 它slogan就是一樣...它希望做最好的Python中文分詞組件 所以到這邊為止我們已經可以很好做好分詞 還有做好那個...就是關鍵詞這件事情 那...再來我們就要把我們一篇文章裡面一個句子給分出來 那...像在那個...分句這件事情 理論上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 因為大家從小就開始學作文都知道說標點符號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要怎麼樣會是完成一個句子呢 可能會是句號、驚嘆號、問號、分號 這樣子完成一個句子 而是...而像我們使用豆號或鈍號的時候代表說句子會一直延續 所以我們分句就是透過這些標點符號就可以把它做完 那...這樣子理論上就可以把它切成一個個...就是它是一個單獨的句子 那...再來最後我們已經分好句了 就是找它的關鍵句 然後我們組合...就把這些關鍵句組合起來就可以完成 那...找關鍵句的方法這邊今天我不會講太多 不過因為我們今天關鍵字已經取得了 那關鍵句的話像目前有一些各種不同的方法 可能比如說...你今天先找最...最重要的關鍵字 它第一個出現的句子可能就是它的關鍵句 或是你可以找那些句子 是它出現最多關鍵字的句子 可以把它當關鍵句 那...這些方法都有 那...我們自己在實際使用的時候 有試過...就是各種不同的方法 那...其實光用...因為這個目前我們... 沒有一個很好的評論方式說 到底什麼是比較好的方式 那...用肉眼看起來似乎我覺得各種方法都差不多 那...差別...就是最重要還是在前面 就是我們關鍵詞找得夠不夠好 還有我們的...分句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得很好 那...這邊是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用那個有物報告 它裡面的一篇文章 它文章內...就是它文章標題說 除了考公職之外 你還有其他選擇 城市設計這東西 那它那個內容是...就是... 其實它文章字還寫滿多的 它裡面主要講的就是說 現在...就是像前一陣子 大家都說年輕人只有22K 很可憐 那...然後就算是現在公務人員 他們手上就是...已經沒有18%了 但是...就是...就是... 還是很多人要一直去... 試著去考公職 想說有一個鐵飯碗 那...這裡面就是講說 在美國最近很流行寫... 城市設計 然後他們裡面內容就是... 根據一些...他們... 有物報告他們的調查發現說 欸...城市設計 其實目前還需要一些人才 就是這個... 產業其實還滿不錯的 那...是不是寫... 就是大家可以去寫... 寫城市設計 那...可以讓那個... 就是...另外一條出路 那...我們就用剛剛的捷疤 來找... 他的關鍵字 那...他的關鍵字 其實幫...可以看到 幫我們切得還滿不錯的 出現的會是... 城市設計... 產業... 然後有... 當然自然有公務人員... 考試... 等等的東西 那...就是... 有了這些關鍵字之後 我們就去做我們的... 刨文的城市 就是... 那...最後出來 這是一個... 就是... 這是一個結果 就是... 它把裡面一些關鍵句 給抓出來 然後組合成... 它所謂的摘要 那...看起來... 我...就是... 因為它其實總共有兩千多字 那...這個... 現在變三百多字 嗯... 但它沒辦法完全... 完整表達它的意思 但是... 如果只要很快的讓一個人... 就看過去說 這篇文章大概講什麼 我覺得... 似乎可以大概... 就是... 抓到說... 這篇文章想要表達它的意思 那... 這一個就... 原來是... 兩千兩百九十三字的文章 然後可以變成... 三百四十六個字 那... 就是... 我們實際上... 在implement code 其實也沒有特別長 那... 好不容易就做完了 那... 就是... 我們好像可以準備上線了 那... 但是... 很不幸的... 就是... 後來我們發現... 在實際上遇到一些問題 所以... 這個東西... 目前還暫時沒辦法上線 那... 事情當然... 絕對不會你想那麼簡單 就... 當我們實際上... 就是... 因為剛剛是有誤報告那一篇 就是還... 有誤報告是一個還蠻不錯的網路媒體 他們裡面文章的課題相對還蠻... 就是... 算... 算做得還蠻好的 然後文章也都蠻... 夠長 那... 所以... 當...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 這OK之後... 就拿目前實際上的新聞來做測試 那... 可能就拿聯合報啊... 或是... 自由時報等等的新聞來做測試 那... 這時候我們發現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就是... 這是... 某... 某個報紙的報導 某個報紙的報導 那... 就是... 他們前兩段 那... 這是真實的報導 大概... 我是拿昨天還是前天的東西 那... 這兩段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 這樣子可能看不太出來 我們把標點符號放大一點看 可以發現說 第一... 他們在分段的時候 基本上... 他們沒有所謂... 根本... 每一段就是一大句 每一段就是一個大句子 所以他們在中間都是用 豆號、豆號、豆號、豆號 豆號、豆號、頓號、頓號、句號 然後其他就是... 也是頓號、豆號、豆號、豆號 就是他們中間是沒有停頓的 所以用分... 就是用我們之前用... 單層的標點符號來分句的方式來說 就會變成... 這就是兩個大句子 然後它每個句子都很長 那... 這樣子就會導致說 我們因為之前是用句號 金碳號等等的方式來做分句 所以它每一個就是一個很長的句子 所以就等於是我們... 截取出來的就是所有東西 可能都只是在第一段而已 那... 這個故事... 就是... 就是... 就是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現在的文字記者 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他們並沒有試著 把標點符號用到正確的地方 那... 所以其實我們小時候... 小時候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樣 那我從小在寫作文的時候 就是老師其實就跟我們講說 標點符號很重要 標點符號很重要 就是你們什麼時候用鬥號 什麼時候用句號 什麼時候怎麼樣交一句話 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 只是像前一陣子好像有時候 作文可以越來越不重要什麼 但是我覺得... 呃... 有些事情還是不能廢掉 尤其像現在是網路時代 大家都是用手在那邊打字 那... 標點符號 我看很多不只是那個... 新聞報章雜誌的媒體 那其實我看我自己周遭的同事 很多打字也都是... 就這樣... 就可能一段就是... 鬥號頓號弄到尾... 不會有句號 那... 那... 所以... 我們現在目前很可惜 暫時是... 我現在暫時沒有招... 就是... 沒辦法解決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就是... Garbage in, got you out 就是... 我不是說... 這些新聞都是垃圾 可是... 我...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如果... 就是這個... 其實Garbage in, got you out 是一個... 在資料處理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 你如果進來的東西 是... 就是有問題的 那就算你的演算法再完美 你的... 你的想法再正確 理論再對 但是當你進來的東西 是有問題的時候 那... 你出來的結果 絕對不會是... 是你所想的一樣 所以... 有時候在我們... 包括設計這些... 呃... 你想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必須要考量到... 實際上... 他可能的資料 會是長什麼樣子 那... 像我們今天... 就可能在做之前 沒有稍微考慮到... 就是沒有... 先去看一下那些... 記者他們的文章 不知道說他們之前... 或許作文課沒有... 上得比較好 那... 導致我們今天這個結果 那...所以很遺憾的是 到現在我們的App 還是... 暫時沒辦法把... 災藥這個功能... 加進去 那...不過或許之後我們... 就硬著頭皮就上 也無所謂 反正現在大家看新聞 也都很快 可能就看個第一段 也就OK了 好... 那... 那個... 就結論就到這邊 那... 工商服務以下 就是... 今年我是PyCon贊助組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在四樓外面 其實有很多贊助商 他們今天有來... 就是會擺攤 像... TED2 他們也都會... VPone HDE Zlian 還有... APIER 他們都有來這邊... 就是他們會希望可以... 爭彩... 他們會希望說... 可以找到一些... 那如果沒有喝到的話也歡迎大家等一下可以去那邊喝喝看 那他們也是我們贊助廠商 另外在那個後方四樓那邊我們有弄了一區很舒服的沙發區 那是由CLBC提供的 那CLBC是一個就是他們是一個co-working space 那大家也歡迎去那邊休息聊聊天 那到這邊請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請說 不好意思我剛同步也在電腦上面測試一下捷疤 那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我輸入一個新聞標題的時候 它有時候不會正確的截取到正確的詞 那那個不正確的部分如果套到TFIDF的演算法 它其實應該權重會變得非常高 像這種部分的話不知道你們是怎麼處理 讓它這種情況的影響變小 其實我們在做的時候 就是像捷疤它基本就是 因為其實分詞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還是很難做 因為你可以我們剛剛有講說像英文 它基本上分詞都以空白為 就是就可以做很好的分詞 那中文這件事情 但捷疤它畢竟是目前是中國人做的 所以他們用的詞都是在 就是對岸那邊的一些詞 那所以或許這些詞 我們沒辦法很好的對到 那這個我們之前的做法 我們其實有去找到一些其他的詞庫 然後去改捷疤Source Code 讓它相對分詞可以做好一點 那這件事情我想就是 或許做一做之後 你也可以送ProRequest回去 然後看其他一些什麼選項 可以讓這件事情做更好 對 謝謝 好 那後面的那一位惠仲 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這個跟我們平常那個 網頁搜尋的時候的那個 SEO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一般SEO好像可以看它Meta的那個 keyword 那像這邊是不能找那個 keyword 然後還有就是說你們那個 就是你剛才說那個文章太長的那個 我想是不是直接就發個文給那個網站 叫他文章寫短一點 那個 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 那個 就是說如果針對特殊的網站的話 這樣子 可以 解決了 好 那你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像我們在關鍵詞擷取的時候 是跟 一般像SEO 我們它裡面會下 那個Meta keyword有什麼不一樣 那其實 其實首先 一般我們就是 因為之前我們那個做那個APP的時候 我們就有做就是類似 就是其實我們會去爬他們的網頁 然後看一下他們的結構 那其實很多那些新聞網站 他們Meta根本就亂下 他們Meta keyword可能就是想到什麼都全部都塞進去 所以光看這些東西是沒有用的 那所以實際上 你還是要去把它本文給抓出來 去做這些分詞 之後才可以抓到比較好的關鍵字 因為就是對於那些新聞網站來說 他們操作後台的人是他們的編輯是他們的記者 那他們根本可能也沒有這些相關知識 或是他們就覺得反正隨隨便便做就好 他們這些東西是不會好好做的 那第二個問題可以麻煩你再重複一下嗎 沒有 我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 感覺就是一個SEO的問題 那像Google它就會有提供SEO的原則出去 那如果你們的話 也許也應該提供這個原則出去 那其實就是請他們把文量寫短一點嘛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這個或許我們會想想看 不過可能對於他們來說是比較困難的事情 是 好 那時間的關係就最後一個問題 好 我這邊提供一個回饋 剛剛聽到你說那個孩子的學習不能等 那個中文的標點符號好像是一個問題 不過我在想英文是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像現在美式或是那個英文的一些應用 都盡量講求那個句子是特別短的 那我這邊想到一個應用情境是說 或者你可以這個發展一個APP 去搜尋這些國外的一些這個時事的新聞 然後這個轉成這個新聞的摘要之後呢 可以把它變成有中英文版本的一個應用 對 好 謝謝 好 那R0的第一場talk呢就到這邊結束 那請大家就是一掌聲再次謝謝Andy 謝謝